因应金融科技浪潮 英国公布监理沙盒试用案例 可以说是震惊了整个金融圈 前行政院长陈冲今天出席论坛 建议台湾可以引进监理沙盒制度 前科技政务委员蔡玉玲也提出相关的修法建议 行动支付手机APP网上借贷 Fintech破坏式创新日新月异 英国政府科技办公室2015年率先提出监理沙盒概念 对想从事金融科技创新业务的业者 提供一个安全的试验空间 不必担心游走法律边缘 英国 香港 新加坡 澳洲积极推动 今年9月22日 英国金融业务监理局核准24宗监理沙盒案 宣告正式上路 还过10天前 英国FCA特别宣布 核准了24件的监理沙盒的项目 我们现在不能再说 全世界都没有国家做这种事情 动物大学举办讲座探讨各国力推的监理沙盒概念 台湾金管会9月研理办理类似概念的领航计划 但只有金融业者可以申请 还得要符合既有法规 台湾金融科技公司董事长王可言批评 系统观胜 创新大门 当你在发展一个金融科技创新的领域的时候 你所有的创新都是没有回应过的 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说和服管法规的话 那也就是创新的事情都不用做了 前行政院科技政务委员蔡玉林指出 台湾如今发展监理沙盒最大问题 包括行政命令可能与法令抵触相关修法 又狠话多个部门 建议让监理沙盒法 优于一般法也要有跨部会的协调单位 代表金管会出席的代理主委黄天木表示 将持续业者沟通 政策计划将事实进行调整 现在是高杰伦审委同台湾台北报道